在這個缺乏兩家都幾鬆鬆的時候 冰漆好像沒有賣錯 咖哩區南西列里長黃政府自己製作長野丹 要本身讓社區的寄甲以及社會團體上當的安心 自公吃完之後 大家贊不絕口 我在這當任里長的當中 其實發現了很多一些團體 尤其像我們咖哩這些 有些默默在付出的一些社福團體 看到他們這樣子 我想說我的茶葉丹受到這些志工 大哥大姐那些長輩們的肯定 我就想說那我也親手來煮這些茶葉丹 也分享給我們這些地方上的社福的團體 在這裏煮小的感覺不是很好 每次吃茶葉丹就會感覺到幸好 所以大間之後 自己研究茶葉丹的口味 並且製作分散給大家 希望大家在一起用新的茶葉丹也可以感受到某某的幸福和溫暖 感受到說環境不好 那一直在想說如果將來我有一天有能力了 那我會想要回饋這個社會 那我會想要回饋這個社會 就想到說我當初的 的一些想法 小時候的想法 那也想要說煮一些比較特殊的料理 那又很簡單 然後又不會造成大家的困擾 後來想想 柴葉丹是最好的方式 但是要煮出不一樣的柴葉丹 又要經過很多的方式測試嘛 那終於煮出自己想要的柴葉丹 那 用一個柴葉丹團達人情味 雖然當季下來也是一筆開銷 但是立場表示說 如果是在它的能力範圍來 一定會持續供應下去 那開始我們一定要喜歡 咖哩, 裁鴻波都